北館唆吹鼓演奏成立超過一百五十年的北館宣社 台北文安社加入企業八言神將元素 為遊行打頭鎮 还有民眾在熟悉不過的舞龍舞獅 花蓮茶筒原住民不到超滿浓浓台灣味 精彩表演讓圍觀民眾高局收機拍個不停 孩子完全不敢眨眼就怕錯過精彩一瞬間 臉上滿滿的笑容充滿著氣的表演 瞬間感染現場氣氛 還有團隊穿上日本傳統服裝 引動輕盈的舞姿展現力與美 臺灣燈會採接遊行特別邀請來自日本北海道三重縣 鳴鼓舞與高之縣的表演團隊 帶來日本知名祭典夜來祭舞蹈 武士的小朋友喜歡看因為他色彩比較豐富 然後那個日本跳舞他們都比較沒有看過覺得很神奇 都很棒那個大旗子 大旗感覺又很用力 開月23年臺灣燈會重返台北 來自多國演出團體的採接遊行 以為燈會揭開序幕 華視新聞發言給你其一聽開會報道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